評審嗎 你知道這個是怎麼了嗎 你們別太過分了 過分你今天不把錢還給我姐 休想住這個門 阿威 不要給我 媽說這妹妹男朋友可有錢了 真的嗎 他能給我錢 本來就不想當了你這個壯壞的 你真的以為你不能幫我說話嗎 我男朋友可是安市集團的總經理 你也不奠釀奠釀 我還以為有多厲害 這裡展現不了我的跟著 男子在路邊看到一個扭傷腳的外賣員 林芒上前關心 見外賣員無法行動 男子就說幫他送外賣 說吧就拿著外賣去送 卻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一個女子 等忙向他道歉 女子卻沒原諒男子 拿起手中的水撒在男子臉上 做完這事女子便揚長而去 男子雖想理論 但著急送餐就忍了下來 回家以後 管家告知他 他的父親讓他去提親 正當思考該穿什麼去提親時 一個快遞小哥走了進來 男子寄上心頭 決定打扮成快遞員上門提親 當他拿著精心準備的快遞 來到女方家裡 表示自己是來提親時 女方三人都露出了厭惡的神色 其中更有昨天向他潑水的女子 哎呦 你沒事吧小哥 沒什麼事 就是不小心扭到了腳 我對這裡比較醜 要不我幫你送 那就麻煩你了小哥 沒事 那你把地址發給我吧 我幫你送 六棟三零七 在哪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很瞎呀 不要看路啊 我 你不是有意的不好意思 好 那我也不是有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 如果一句對不起 要主察來幹嘛 簡直無可理喻 少爺 你怎麼全身濕透了 一言難聽啊 走 少爺 這有一份安市集團的資料 需要您簽一下 有多少的資料 負責很多 哦對了少爺 董事長說您也回來一段時間了 讓您去卸下提琴 就是我爸說的那娃娃琴是吧 我的我的 你們還不快一點 好嗎你是快到了 我小你們那個死鬼老爸給你們訂的娃娃琴 關於他看上了你們哪一個 這一輩子打斷腿都不用愁了 少爺 那我們什麼時候去提琴呢 也不知道那一家人怎麼樣 你覺得我說什麼 你好 你的快遞到了 你好 你覺得這件衣服如何 這件衣服不錯 可以試探人心 克力小哥 借你衣服贏 不行啊 我給他你我會被罰錢的 大大哥你幹嘛 小哥這些夠嗎 夠夠夠夠夠夠了 行啦 塞不塞就不要塞了 嗯 就看他們有個福氣 兩次都說不定沒禮了 你走了 快递放門口就好啦 不好意思 我我是來提琴的 胡說八道 我男朋友怎麼可能送快遞的 就是 我女性可是個富家公子 怎麼可能是個送快遞的 給我關 送快遞的怎麼了 送快遞就不能向你們提琴了嗎 看你那寒酸樣 看著就噁心 葉母 我是真的來提琴的 我從小和你女兒變了娃娃心 難道你們忘記了 就你也可以啊 葉母你 再怎麼樣 以前我爸也救救你們了 你們就這樣子對救命而能了嗎 這個人 怎麼這麼有仇啊 行 不要你們看不清我 我走 等一下 姐你幹嘛 又說你怎麼這麼眼神 原來是你 姐你怎麼認識這種人啊 都把你的檔事拉低了 我看你是故意跟蹤我來到這裡的吧 少了我們一上次說 這是你想來就來想走走的地方嗎 那你們想怎麼樣 上次我事情還沒有好好給你算一算 嗯 除非你給我們每個人 磕磕頭 道個歉 你就可以走了 你們選擇太過分了 上次就是你裝到我姐的吧 除了她還有誰啊 你們這又中外賣 又中快遞 這窮專業 比你醫藥費也沒陪吧 姐 這裡有個快遞 7萬人體會你的醫藥費 要不然 你看她樣子都沒錢 你以為她選上這個快遞就付錢了 媽我只是咽不下這口氣 白白給她耍了一上午 她還把姐給撞傷了 這個還不簡單 我們要她賠償不就行了嗎 我憑什麼要賠給你們 憑什麼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你們別太過分了 過分 你今天不把錢還給我姐 就想住這個門 阿威 聊天母 媽 這個妹男朋友可有錢了 真的嗎 她能給我錢 本來就不想叫男人 這個送快遞的 你真的以為有一個朋友說話嗎 我男朋友可是安市集團的總經理 你也不奠量奠量 我還以為有多厲害 所以你展現不了我的身手 今天我就讓你看看我有多厲害 從進門那一刻開始 到現在被打了四八掌 我勸你怎麼那麼過分 今天我們就過分了 怎麼了 喂 你好 為什麼 什麼 太好了 太感謝了 怎麼了阿威 回答個電話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本市最大的集集團 答應給我們簽約的 簽約 簽約 讓你們合同簽不成 土編 這是土編 一個送快遞的 這個推流皮給誰聽嗎 看你不知道我妹夫是誰吧 師父還那麼小 老闆 抱歉 小公司我剛剛隨隨便便接了一個電話 合同項目一千萬就到著 像你們這種送快遞的 一輩子都不知道一千萬是什麼甘願 什麼 飛福一千萬太厲害了 一千萬真厲害 信不信我一個電話樣子去見合同 你以為你是結局上董事長啊 哎 我今天就要你 我好怕哦 還有管家 幫我談到公司裡面千萬幾百的業務是什麼 讓他馬上過來見我 裝的還挺像的嘛 你的電話打完了喲 喂 什麼 再加一千萬訂單 好的謝謝 我看你這電話打了也不好死 我看你還敢不敢吹牛逼 你們不要太不意了 我們要吹死 不一定了 怎麼回事 又已經你不接電話了 你誰啊 我是錦毅集團經理 來找威哥 談合作上的事情 哼 終於來了 奇怪了 錦毅集團的人怎麼跑到我家裡來了 看到沒有 這就是錦毅集團 業務經理 衛總 先辦真事 我很忙的 岳母 今天讓你看看我們家是怎麼做生意的 經理這是我孝敬你的一點點心意 這不太好吧 你們這樣子搞就不怕鼓勵集團 製造了製造了嗎 哪來的是送快遞的 威哥 你家裡人的嘴巴 會不會 你放心 經理 這只不過是一個最低層的送快遞的而已 你是懷疑我在錦毅集團地位嗎 你敢在我們來說錦毅集團的地位 看你這樣子也不是什麼高級人物啊 那你如果回去送你快遞去 那我問你在錦毅集團是什麼地位啊 你在什麼到位 錦毅集團上千萬的項目都騙我的 看這樣子應該受不了不少機會吧 經理想跟誰合作都跟誰合作 一個送快遞的你管得著嗎 你如果合作的產品不好用嗎 不好用 不好用 不好用也得用 那你們就不怕你們老闆查嗎 老闆 老闆算什麼東西 我來這麼久都沒見過他 經理要我們家的生意 你還可以多多照顧 行 只要這個夠 什麼都好說 妹 你可真是打個好老公啊 陳老 今天呢我是要把你胡說呢 你再胡說信不信我把你的嘴給撕爛 阿爺誰信不上業務經理 不用了 你請了業務經理我已經看到了 你把所有的嘴給撕爛 你把所有的嘴給撕爛 全部都揪了 在哪裡 我在什麼地方拿到不知道嗎 你跟廢物說裝飢是不會裝飢 廢物啊 廢物啊 你沒打他 在我這裡有什麼不敢的 你不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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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什麼事情晃晃晃晃的呀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少爺好像發火箭 我們都過去 那少爺在哪裡 他今天一早就去謝家提親了 相親 走吧 應該是這裡 走 我們上去 你們是幹嘛的 我們是錦衣集團的人 我們是來搞胡少爺的 少爺 奇怪啊 今天怎麼回事 錦衣集團的人都來我家了 胡秘書你怎麼來了 胡經理你也在這裡啊 少爺就找你一唱我 什麼 老闆找我 你們錦衣集團的人 怎麼都來我家裡啊 這女孩長得可以啊 人道他是 你們來我家到底想幹嘛 來你家幹嘛 我們是錦衣集團的人 肯定是來找少爺啊 我們這裡只有業務經理 根本沒有找少爺 你們是不是找出地方 不可能 你家少爺一大早就來這裡了 什麼少爺 沒見過 少爺 該不會是那個送塊地的 經理 這就是你們公司的高板吧 你安排一下 今天下午我請吃飯 是你大爺 是你給我人而過 不可能 我們家少爺一大早就過來相親了 怎麼可能不見人 相親 你 你們少爺是不是送快遞的 開什麼玩笑 我們少爺 玩笑 我們少爺怎麼可能是送快遞的 你 你敢打我 嚇死了 還以為是他 我們少爺的確不是送快遞的 但是今天一早出門的時候 確實是穿了一件快遞的衣服 出來相親了 快遞 你們這到底是怎麼了 我家少爺到底在哪裡 那那你們老闆在上什麼手間 你們哪都挺隨的啊 怎麼把我少爺放在廁所裡面啊 少爺 大大管家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今天來這裡到底幹了什麼 我 怎麼也沒幹 我今天就過來簽個合同雙下B而已 機會拿著 你好大管家 以後你們公司的產品都由我來提供 如果這方面不夠的話 等一下我再跑給少爺 少爺 少爺 你在裡面嗎 是文秘書嗎 我在裡面 哦好少爺 我馬上讓他們開門跟你出來 別急 這裡面比較舒服 也安靜一點 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好了 少爺我知道了 今天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少爺剛從國外 未來也要接受機關的事情 一道啊 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度出來了 這次確實怪我 你你這次一定要救我 如果我那是什麼事 一定會逃不了關係 什麼 這你幹的好事 你自己去 你們一個個的 權力好大 完了 壞自然 快遞 你們都給我聽著 我現在傳達少爺的命令 你一個秘書 有什麼資格傳達少爺的指令 大管家 你腦子抽風了吧 少爺正在廁所聽著呢 管家 哪有怎麼樣 他現在還不是董事長 再怎麼說他也是董事長而已 他現在說的每一句話 都代表董事長 你 親愛的快點出來 你是哪位 你叫親愛的 我可受不起 哎呀我是你的小蹦蹦啊 其實從你剛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深深愛上你了 深深的愛上我 我怎麼感覺不到 你又高又帥 穿上這黃袍加衣更加有氣質 你先出來嘛 親愛的 親愛的你的公司住室太多了 我跟你一起剪除他們好不好 你們的信也夠了吧 少爺 少爺 沒事吧 看什麼看 以後我就是你們的少爺來了 就重一點 沒想到他真的是董事長 不行 他比二位 你幹嘛 他是我的男朋友 跟我有婚約的是我 不是你 鳳姐 你不是說要嫁給我的嗎 妹 你怎麼能這麼認識呢 這樣子說你的男朋友 嗯 虧我對你這麼好 真 姐你好意思說我 你在外面也不少包工頭 我都死不死吧 妹 你 嘿 既然大家都失破臉了 你不過見了那幾個老頭 功夫也不賴吧 一 好了 容賞了 這有多多 要不陪在一起 好你個鳳姐 把臉比專輸還快 你給我閉嘴 我現在就把你甩了 你的法會怎麼樣 那是不可以 那是做我這幾年的報酬 我要一千萬 你 你們都鬧過沒有 都把今天的事情都忘記了 經理來開刀吧 你私討公司的利益不說 而且你狗眼看人低啊 少爺 現在公司還輪不到你說話吧 我作為董事長的親身兒子 你居然說輪不到我說話 管家 管家 不要以為你在城上大學 就不敢動你 只要你省害公司的利益 天皇老師 定跑不了你 少爺 我勸這件事還是 PG過去好一點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你居然要我呼吸 行 是你逼我 喂 妹妹 我跟謝家徹底翻臉 你過來一趟 你想想辦法幫我 什麼 好 想辦法 喂 百事通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下 嚇到謝家 基本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有一樣東西 謝家見了 會讓三分 什麼東西 只要你能幫我找到 錢都不是問題 那個東西我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我有辦法 行 你有什麼辦法快點幫我想 你現在非常著急 我 今天你叫誰來都沒用 那還不一定 我很好奇 我看一下你能叫什麼人來 正好可以一起收拾 還有你們 都整個破壇嗎 女性你真厲害 生意做這麼大 我只是個快遞員 怎麼配得上次你家的女性 是誰這麼大膽來欺負我哥 龍玉嬌 管家怎麼會是龍玉嬌的哥哥 妹妹 你來了 管家你 你猜的沒錯 太子爺 他就是我親哥 這麼多年 待在你家 我想你應該明白了吧 你猜的沒錯 太子爺 他就是我親哥 這麼多年了 在你家當管家 我想你應該明白了吧 怪不得你們天安集團每次的法覆會比我不少 那還不是要感謝你們前集團的研究部 你來了正好 我們一起收拾 繼續 到處抓人 大少爺 看你慌慌張張的 急什麼 你能抓到我什麼把柄嗎 你先看這個吧 你這東西從哪裡來的 這東西還真管你用啊 這你就別管了 反正這東西在我手裡我做了算 少爺 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會怕這個 這不是怕 是只有我們整個家屬才知道做玉佩的能力 我 我還是不懂 我這麼說吧 做玉佩 是我爺爺的恩人 就連我爸 一斤到三分 怎麼樣 怕了吧 少爺我早跟你說過了 心平氣和把金氏過了不就好 沒有 怕了吧 少爺我早跟你說過了 心平氣和把金氏過了不就好了嗎 你 秘書 馬上打電話給董事長 要不要親自過來一趟 好的少爺 還不趕緊給我哥道歉 對不起 小姐 小姐你得幫幫我 放心吧 有這樣東西在手裡 謝家不敢動你 喂 董事長 少爺被欺負了 什麼 他就不想扛 誰欺負了他呀 少爺說好像是你們父親的恩人 你馬上發地址給我 我現在過去 好的 浩城 馬上閉城我要出去一下 董事長 需要帶寶貝嗎 不用 這是我家事 少爺 我已經打電話給董事長 現在在過來的路上 沒什麼事 我們就先走了 大少爺 沒什麼事 我們就先走了 大少爺 不是我們就先走了 大少爺 沒什麼事的話 我們就先走了 大少爺 等一下 我們董事長說 要見你們 不用了 下次吧 你 敢跟我的 回家洗洗睡吧 你 你是誰 爸 你來了 吳畢叔 你說我恩人在這裡是嗎 完了 難道他就是警備集團的董事長嗎 對 爸 就是你這樣跟我們說 你那個玉罪 你問他 你好 我就是警備集團的董事長 你能方便把你手上的路線給我看一下嗎 那 叔叔 我是安設其他的大小爺 我 先拿那個證物給我 想問你 這個東西哪裡來的 這 這東西是我爸給我的 好啊 今天學的面子不要給 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知道了爸 他們怎麼看到這個東西不怕了 不是我們不怕 這個東西的來歷比我們更清楚 難道這東西是假的 糟糕 好啊 你現在怎麼做了吧 知道了 如果後面他們有人出來 一個就不要放過 能不能接手職團 就看你辦這件事吧 你準備破產吧 管家 你真的讓我很失望 像你們這麼勢力的家庭 想加入我卸家 下輩子吧 龍玉交 你也不怎麼樣啊 你想怎麼樣 你想怎麼樣 想怎麼樣 這就是給你們的教訓 我們走 他們 等一下會有人說很乾淨 走 今天這筆道 我一定會找你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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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例子 你去看我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